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实在的 我也没有用过 但是大多数我用过 我把我用过的给大家做个交流 那么首先我们再来谈一个就是黄旗吃风汤 那么黄旗吃风汤呢 黄旗防风汤 黄旗防风汤是干啥呢 是治疗拓钢不论十年八年皆有奇效 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拓钢啊 这个没有什么 好像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前段我们讲过 我们用针刺治疗 公松 可以迅速的治疗这个拓钢 就是拓出来的可以迅速回去 那么如何来避免它 让它不反复 那么黄旗这张方子呢很好 这里边呢是黄旗一定要注意啊 是四两 而且是生黄旗 一定是生的 量要足够 四两是多少 一百二十克 是这么大量 那么防风呢 只有三克 以前的量 就这么小 实际上这里边主要就是黄旗 水间服 小孩呢 就是减一半 这是这个黄旗防风汤 你看黄旗整个这里边 就没几个字 就把它全部的东西呢 就都讲出来了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老太太 当时呢 应该是八十岁左右 可能或者是将近八十岁 那么她就是一个 这个拓钢 持续的 这是五年前 是我一个朋友的母亲 那么后来给她用上这个以后 当时呢 没敢给她用太大的量 只用了六十克 用了六十克呢 它仍然是有效的 但是呢 并没有感觉到起一效 只是说有效 但是呢 用了十多天 并用了才好 一般我们说的起一效 好像是吃进去就得好 但是这个老太太呢 吃了大概是 十五服药左右以后 才开始不再犯病了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 这张方子的有效性 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就记录她的用量特点就行了 那么这个拓钢是 到底是个啥病呢 钢门是掉不出来的 实际上它拓出来的是啥呢 是直肠的黏膜 是直肠的黏膜 脱出来了 那么直肠黏膜咋能脱出来 那就说明直肠的黏膜和直肠的长臂之间 本来有疏松组织在那 把它连着呢 那么它现在呢 更疏松了 所以说它粘不住 再加上便秘 一往下 往下挤它 它就出来了 有的人呢 并没有便秘 也会出现 那就是黏膜和基层之间的 这一部分组织太疏松了 所以说一用劲 就下来了 那么这是黄膜吃风汤 治疗 直肠黏膜脱锤 古人叫脱钢 我们一般都叫脱钢 另外一个方子呢 叫黄膜甘草汤 大家注意 王清润太善意用黄膜了 给其他的药物稍微一组合 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子 那么它治啥呢 治老年人 尿尿 郁静痛如刀割 无论 年月深久 厉笑 吃进去 就见笑 这个非常快 这个尿尿时 郁静疼痛 这时指的是男性病人 显然是指的是男性病人 那么什么样的男性病人 会出现这个症状呢 前列腺炎 尤其是急性的 前列腺炎 或者尿道炎 那么这样的男性 老年病人 如果出现了 如果出现了 前列腺炎和尿道炎 疼痛 时间很久 翻一下 翻一下 好 那它就用黄芹甘草汤来治疗 注意 还是生黄芹 用四两 甘草呢 注意这个用量是在 王青人里头是比较大的 是八前 也就是二十五六克 说 病重 一日两腹 如果病情比较重 那就是黄芹呢 就要用到二百五十克了 甘草呢 三八一十 那个三八二十四 也用到快五十克了 这个用到二百五十克 这个用到五十克 就是这么大的量 只有用到这个量才立效 一会我们讲到 其他的方子的时候 大家也注意 王青人黄芹的量 一定用足 不用足 或者缺它 疗效就不好 我们说甘草呢 能够通令 能够治疗这个 令症 也就是尿道疼痛 但是关键在量 而且呢 还是要生甘草 王青人只要没写治的 都是生甘草 好 这是这个 黄芹甘草汤 治疗急性的 前列腺炎 和慢性的前列腺炎 都可以用 因为它这有一个 无论年月生久 就是不管 时间多长 这个药都很好用 所以说学医呢 一开始就得学这样的方子 小方子 你加减的时候 你心里边才有底 我遇到这个类病人 比如说有一个什么经验 我想加黄芹甘草 心里边有底 为啥 王青人 人家就这两个药就解决了 何况我又配合其他的呢 是吧 所以学医 一开始看大方子 一辈子就容易当糊涂虫 所以一开始就学小方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方子 这个木尔伞 这个木尔伞呢 是我最早接触这个方子 是我一开始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同事 他呢 什么东西都保密 他一般不愿意讲 说是他这个祖传的一个房子 治啥呢 那时候他是治褥窗 因为那个人长期卧窗 后边容易形成那个压窗 我们叫褥窗 他就用这个木尔伞 给他撒了 直接就护到那个褥窗上面 然后那窗呢 就长得挺好 他也用它去治掉帘窗 就是这个腿上啊 那侧出现这个溃烂 他也用它 说也挺好 那时候没有好好读 这个王庆仁的一领改错 不知道是出自一证 那么后来 等我详细研究完以后才知道 哦 原来这方子是出自这儿 所以说有些事情 为啥我从来不保密 因为本来就是古人传给大家的 到你这儿 你一保着密 不让别人知道 那么就是会有更多的人不能受益嘛 是吧 古人都不保守都传出来了 我们还自己当秘方呢 这样 我不认同这样的大夫 那么这个木尔伞呢 它是治疗 溃烂朱窗 溃烂 而且是各种窗 说效不可言 也就是说太有效了 咋说 你都不一定相信 咋说都说不完 就是说 效不可言 不可轻视此方 也就是告诉你这张方子 太好了 那么看看这个是怎么用的 木尔 被干 延成木尔 木尔是多少呢 是一两 再一个就是白砂糖 一两 给这个木尔粉 对匀了 合均 实际上是合匀了 使用的时候咋用呢 是温水 把它调成糊状 然后是敷屋 敷屋 敷屋就是把这个 糊到那个窗面上 然后再扶枝 再把纱布 再把它绑上 别蹭着哪都是 一个扶枝 一个扶枝 两个 下面这个 我们一会讲 这个刺蜜皮再说 他这是讲他的道理 这张方子 里边他到底这个木尔 他就咋就能够 治疮 砂糖咋就能治疮 因为这个疮呢 它肯定是一个感染 对吧 没有感染 它就不会形成疮 这个砂糖啊 大家应该有印象 谁家那个糖罐子 发过馊 谁家那个糖罐子 变过味儿 谁家那糖里边 长过唇 没有吧 就这一个砂糖就管事 不要说再加木尔了 所以说这个窗面 就直接服糖 总管事的 它都不容易感染 那个细菌 它是不能够繁殖的 所以说一个砂糖就解决了 那么这个木尔在里边干啥呢 你注意他这讲的是啥呢 溃烂 溃烂一般都要流水 对不对 大家知道这个木尔 干木尔 一泡是不是变大了 它大了 它是怎么大的 吸的是水 对不对 那你这个木尔 沿成细粉以后 忽在这个窗面上 你渗多少 它吸多少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木尔呢 它取一个吸湿的作用 这个糖呢 它就取一个防止细菌 繁殖的作用 那你没有细菌繁殖 没有肾出 一直在那儿泡着它 它就长得快了 所以说这个溃烂呢 就好了 所以这方子很妙的 别看就两个药 非常妙 而且这个木尔也有一个特点 谁见过木尔生存 谁见过木尔 溃烂 见过没有 也很少见吧 也很少见到木尔烂 所以这俩合在一起 就非常好用 那么如果说我没白沙糖 能不能换 换啥用 换蜂蜜 蜂蜜你也从来没有坏过 所以说那个窗啊 窗羊啊 直接用蜂蜜砂条 放到上面都很好的 那你如果渗出多 你再拌上木尔粉 那不就更好了吗 这样就是一个变通的方法 好 这是这个木尔散 再往下翻 不 刚才这个 再往下 好 鱼龙膏 鱼龙膏呢 也叫圣域膏 这个圣域膏呢 在中医外科里边 经常提到这个 那么看它治啥呢 跌打损伤 贴质破效 它是治跌打损伤的 那么这个跌打损伤 指的是啥 它不是指的是骨折 不要当成是有骨折了 不是的 我们看看它治啥呢 说 因为这个方子我没有用过它 但是我看了看这辆方子还蛮好的 人家这个可能还真是治疗 反正就是跌打损伤的疼痛 一般跌打损伤最后出现是疼痛 它就是治疗各种跌打损伤导致的疼痛 各种原因的疼痛 那么这个方子组成有香油 这是中医外科一个最基本的用药 它炸药的时候 统统大多数用的香油 有的是用铜油 但是这个是香油 白脸 生麻 当归 穿胸 莲翘 银花 钾片 穿上钾片 穿屋 橡皮 这个各四千 然后是乳香 墨药 各一千半 还有青粉 三千 冰片三分 摄香三分 白蘸 二两 好 这是它这个方子的组成 这个橡皮现在应该能买到 但是是很难买到 很贵的 大象的皮 这个 这里边有的药 可能大家不太熟 青粉 大家知道 是 毒药 是吧 外用的一个毒药 我们中药的毒药 现在就 用的少了 其实是非常好的 你像那个皮霜 陈竹研究的那个三亚花二参 治疗白血病 急性白血病 不是又拿了国际 这个大奖吗 其实都是从中医里边挖出来的 不要以为毒药 就是不好 关键是你都把它用对了 那么这个青粉在外壳里边是经常用的 它这个去腐生机啊 还就是靠谈了 还有冰片 射箱 射箱比较难找 这个白战是啥呢 白战这个 何要是 知道这个白战是啥吗 白战是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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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就是白蜡 就是白蜡 白蜡 对 如果你是在做这个高际的话 没有蜡 那就是制成的是油剂 有了蜡 它就变硬了 有了这个蜡以后 你只要护到皮肤上 它就液化 不护到皮肤上呢 它就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固体一样 这个是起这个作用的 那么是将前酒味入油内炸 枯涩去炸 如棺粉 棺粉知道是啥吗 不是棺桂 可不是棺桂粉 棺粉呢 就是化妆他们用的那个白面 就是这个能把脸弄白的那个 那个粉也叫白粉 那个白粉是啥呢 那不是面粉 它实际上是千粉 所以说这个也是有毒的 这个他们曾经在讨论说 这个中药这些用多了 可以导致千中毒 但是呢 还确实是需要这个东西 如果要按照说什么重金属 超标弄啥那中药好多药都不能用了 关键是用对 药本身没有错 现在的这个管理上 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 以为有毒的东西就是不好的东西 即使好坏关键在使用的人 而不在这个东西本身 然后再加入乳末粉片 色香搅匀 都弄好了 然后才将这个白蜡投入 与内 然后这个摊贴纸 就是抹到那个布上 往上一贴 那这就是致跌打损伤的疼痛的 但是如果说此膏去关粉 就是把千粉去掉了 即膏子药就成了药膏子了 那么贴破烂珠窗 奇效如神 大家注意啊 这个很多人 他们在用那个外用的高际的时候 里边有关粉 有关粉 有胜出 就容易千中毒 所以说王秦瑞人家这个好 他说去关粉 只要你准备是致破烂珠窗的 就像刚才的摩尔散一样 不能有关粉 里边不能够有千粉 奇效如神 所以说这个方子人家是非常好的 然后最后有一个总结 摩尔散玉龙膏 溃烂珠窗 可靠止凉方也 不可轻视 好 这也记不住 照这个方子去配药就行了 好 行 这几个小方子我就给介绍到这 下边翻到那个怀胎朔 怀胎朔后边有几个方子 我想给大家交流一下 这几个小方子呢 也是很有特点 也是应该记住的 怀胎朔 怀胎 过了 过了 怀胎朔 再往上 哎 啊 这个 54 54一样 好 往下 就是再翻 怀胎朔 往 哎 好 好 往下 我们主要是讲这一篇文章 后边的方子啊 好 我看看 好 就就到这 就到这 好 再往上翻一点 再翻一点 不是 再 再 再这样 好 好 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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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到这 啊 这个 这个 王青 又在 怀胎朔这一篇 里边呢 呃 他讲了啊 最关紧要 是难产 啊 说古人有 开骨散 就是在古方里边 有开骨散 父之 有孝者 有 不孝者 其方 总论 活血 开骨 不 不中 啊 用力 劳法 也就是 不太重视 啊 用力 劳法 是这个意思啊 于 每用 开骨散 重加 黄旗 不过 一时 太极下 也就是说 古开骨散里边 王青 又加了一味药 叫 啊 就是黄旗 也就是他 他的开骨散 那么至于 胎一不下 古人 原有 莫 解散 使用之 有效 有不效 继而 加倍 用之 胎一立下 所以是王青人这很感慨的 讲了 这几个字 要味 要紧 分量更要紧 也就是说 你量用不够 疗效就没那么好 所以说古人很可能有些方子的剂量传授是保守的 啊 也可能是药物质量的问题 很难说 但是呢 他强调了这个分量啊 更重要 好 我们下边呢 看看他这每一张方子 开骨散 这是古开骨散 后 后边呢 这个王青人又加了这个黄旗 啊 又加了生黄旗四两 啊 当归穿胸 当归一两 啊 黄 穿胸五前 归板八前 血鱼一团 烧灰 就是血鱼碳 啊 然后加黄旗 那么这个就治疗难产啊 就是很好 他说是过一时一两时就生了 也就是两到四个小时吧 啊 就可以啊 顺利的生产 嗯 下面我们再看这个啊 啊 末节伞 之太一不下 用多大量呢 三千啊 但是这个血鱼三千还是挺 挺贵的啊 血鱼这个 很贵啊 为莫 滚水调浮 这一次啊 喝进去 这个 泰盘就下来了 啊 好 这是了解一下 这个方的啊 因为这个 我没有用过 但是呢 为啥要介绍这两个方子 王青人其实人家讲的已经 很清晰了啊 我也不用再说那么多 来 再往下 再往后 黄旗桃红汤 这个 黄旗桃红汤啊 呃 这个方子很 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方子啊 啊 它是制造什么呢 产后抽风 大家知道这个产后抽风 有多少种情况呢 一个是失血过多 导致的抽风 那么这个产后到底是多长时间 不知道啊 所以说这个失营症呢 我们确实是不好确定它是哪一个 还有一个呢 就是破伤风 啊 产后以后 四六风 那是小孩容易抽 其实大人也可以感染破伤风 啊 我觉得他这个呢 应该是这种情况 而不是大失血的那种抽 啊 两目天调 就是两眼 翻白眼啊 啊 口角流咸 啊 流口水 相背反张 昏沉 不省人事 啊 只要见到这种情况 就可以用黄旗桃红汤 大家看这里边啊 生黄旗啊 是用了八钱 桃儿三钱 红花两钱 在这就要重点 聊一下这个黄旗 黄旗这个药 王旗润一直都是用四两 啊 再一个 王旗润治疗各种抽风 啊 包括小儿的精风 啊 他都用黄旗 所以说这个黄旗这个药呢 我我就注意到 啊 王旗润用它治疗抽风 啊 是必用的一个药 那给我们一般见到这个抽风 就是瓶干吸风啊 那么 在上升 不好上升 为什么 谁也没人讲黄旗西风 等以后在我们的瓷方医学体系里边 那时候我在专门讲黄旗 为啥它能够有 那么多的功效 我们可以一下子 我们可以一下子把它讲了 啊 好 这个方式的用法呢 是水煎服啊 还是妇科以寄阴纲目啊 为罪 就是寄阴纲目是最好的一个妇科书 一宗金鉴 择其方论啊 转为歌诀 令人一读一计 唯冲锋一证 方不孝 予以补之 也就是说 这张方子是吃掉产后风 最好的方子 前面我都给他试过了 不灵 予以补之 这句话 真的是要提醒大家 别再遇到这种病了 我再用基因纲目的方子吧 你用吧 没这个好用 所以说 把这张方子记下 包括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的 他对小儿的那种 小儿抽风不是风 我们还要再讲那个 好 再往下 这个古夏淤雪塘 也是古方 夏淤雪塘 治什么呢 治血骨 何一知是血骨 说腹皮上有青筋 是血骨腹大 那么首先 什么是血骨 有气骨 有血骨 气骨呢 主要是以胀 肚子胀为主 那么血骨是啥呢 实际上它是以水为主 那么它的特征 除了肚子大以外 腹皮上有青筋 这个青筋是啥呢 就是静脉 就是静脉暴露得非常显著 那么这种暴露非常显著的 用现代医学来看的话 它是个什么病呢 是个肝病 所以说这种是肝硬化 的表现 肚子大 肚子上有青筋 就是静脉曲脏 那么古人怎么治呢 就是下鱼血汤 陶仁 拔钳 大黄 五分 折虫 三个 这个干髓 五分 这个是下水 肯定是有效的 因为吃进去有肝髓 有腹蟹 就能够消水肿 所以说这个可以 但是呢 这都是治标不治本 那么按照王庆认 他的理论 他还要配 阁下煮鱼汤 隆隆复制 如果古章们厉害了 用几天这个 厉害了 赶紧用阁下煮鱼汤 那这又提醒我们说 什么呢 就阁下煮鱼汤 对肝硬化是有效的 对不对 那好了 这就又多了一个 治肝硬化的一个思路 不但可以用下鱼血汤 更稳妥的呢 是用阁下煮鱼汤 其实 更加稳妥的 还是要用 健脾 用健脾的办法 四君子汤 一公散 这些才是基础 加黄旗 这是基础 如果说平时 应该怎么治呢 用一公散 加阁下煮鱼 这样治疗呢 就稳妥多了 如果重得厉害 临时用下鱼血汤 好 这样就把这个 干阴化浮水呢 就能处理的 比较漂亮了 好 这是这个下鱼血汤 我们再往下看 冲葫芦酒 这个 什么是冲葫芦 冲葫芦就是干葫芦 那个葫芦 干了以后 就叫撑葫芦 它是治啥 还是要用久的 那么治什么呢 这肚子大 全身肿 大家想想 就一个肚子大 全身肿 一般建于什么病 肚子大 全身肿 干的肿 往往先是肚子肿 那么啥病 可以是肚子大 半岁又全身肿呢 有两种病 最多健 要再弄 或者就是三种 那么第一种呢 最常见的 一个就是 心圆性的水肿 心性水肿 对吧 心衰 高大 腹脏 腹大吗 然后 一开始是下垂部位肿 躺下 连夜肿 脑肉肿 全身肿 这是心性水肿 另外就是肾性的水肿 就是肾脏病本身 它引起 全身肿 但是肾脏病病人 引起 腹水的 往往都是比较晚了 是不是 那么 这儿更可能 是指的是心性的水肿 就是心功能不全的水肿 肾的可能性比较小 好 那么心性水肿 王庆人咋知呢 他说 自抽干葫芦 啥叫自抽干葫芦呢 就是 那个葫芦挂在那 晾干的 阴干的 叫自抽干 备为末 黄酒调腑 三浅十克 若葫芦大 以黄酒入内 煮一食 直接把黄酒 倒到葫芦里边 就喝酒就行了 敷酒 破销 取其 自抽之意 因为干葫芦嘛 你这个 干它就抽水嘛 它就吸水嘛 它就是这个意思 这干葫芦能把外边水给吸走 是这个意思 但是 这是它的一个想象 是不是这个理 不是这个理 肯定不是这个理 那如果说 因为它干 它就能把 拿水抽走的话 能吸走的话 那我们弄其他干的 是不是也行呢 不行 这就说明 他讲的这个理 还是错的 王清仁一直在批 他们前人的 这个 有效 但是理不对 实际上 他自己里边 也犯了这种错误 有效 但是理没讲对 王清仁也有这种问题 好 那我们在临床上 没有抽葫芦 用啥 我们经常用 冬瓜皮 用冬瓜皮是可以的 你没有抽葫芦 就用冬瓜皮就可以了 绿水作用很好 对于心炎性水肿 效果很好 所以说我们这经常 在治疗这个心衰的时候 我会用到三十克冬瓜皮 咱们有抽葫芦 我知道 就是因为我原来的习惯 就是在没有抽葫芦的时候 我在医院那时候 他没有 那我就用冬瓜皮 冬瓜皮三十克 这个沥水效果也是非常确切的 好 这是这个抽葫芦酒 这个醉黄酒 是黄酒 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个 蜜葱猪胆汤 你看他这个是指啥呢 通身肿 肚腑不大 这是啥情况才容易见到这个 通身肿 肚腑不大 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肾性水肿 对吧 再一个就是 营养不良性水肿 营养不良 低蛋白血症也可以肿 但是这个肯定不是治 低蛋白血症的 因为这里边 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极有可能 是指的是肾性水肿 这个我在临床上 我没有用过这张房子 这个蜜葱猪胆汤 前面那个冲葱卤酒 我还是用过的 那么这个 它是猪胆汁 一个 白蜜四两 两味调和一处 用葱头四个 但是要带葱白的 黄酒半斤 用酒 煎葱 你看 酒 煎葱 三两飞 将酒出入蜜胆内 就是蜜和胆汁合在一起 然后把这个黄酒煮过的粗 给它合在一起 扶植 立效 我觉得这张方子 可以研究研究 临床中呢 可以去验证一下 看是不是 对肾性水肿 有比较好的效果 另外到时候 我们也可以把它分解开来 我单用蜜 葱和黄酒 是不是有效 如果有效 可以不用猪胆汁了 猪胆汁还是蛮苦的 在一个猪胆汁多了 胆汁多了以后 它对胃的伤害 还是比较大了 为什么这个胆汁 反流性胃炎 容易导致胃发炎 胆汁容易导致胃发炎 因为在人体内 这就涉及到一个生理的一个现象 就是从胃到身而止肠 一直到排出 那么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 也就是说 它的次序不可以颠倒 一旦发现颠倒 一定生大病 一定生大病 北京中央大学原来有一位老师 他在做 这个胆汁反流 促进胃癌形成 我印象是这样的 因为他也给我们上过课 我不提这个老师的名字了 结果他发现 那个动物 我估计他用的是大树 胃癌发病率就明显的增加 所以说这个每一个东西 它该在哪个位置就在哪个位置 它只能往下走 它不能往上反 它做那个模型 就是让胆汁反流到位 它就造这个模型 然后就造出一批癌症的动物模型来 他说这位老师最后也得了癌症 这个很有才 但是人也是还没到退休就去世了 这个蓄的问题 这是我们在医学里边 一定要给予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 所有的事必须有序 如果没有序 这序烂了 这是大病 这绝不是小病 它没有虚实 颠倒了位置都不行 我记得有一次中央电视台 是哪一个频道 我忘了 他播了一期节目 一个女的美食家 他得了胃癌 然后呢 他就去做了手术 做了手术说 这没胃了 我这个活得多没意思 那医生也挺动脑筋的 就给他结了一件结肠 给他造了个胃 然后呢 就代替了那个胃 我一想这个太笑话了 肠刀应该是在最后边的 你弄到前面去了 那结肠当胃似的 病人做节目还挺高兴的 在那说 哎呀我这又能吃了 我这个美食 反正吃进去能撑下 最后从肠道里面再走就是了 能解决他吃的问题 结果后来这个病人也是 很快就死掉了 因为不可能 你颠倒过来不行的 你不能拿一个结厂去冲卫室 对不对 虽然说他自身的 他不产生排阅反应 但是他在的位置不对 就像一个要饭的去 把他放到这个高官位置上 那不行的 虽然也是个人 但是不行的 所以说这个序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思想 这个是一定要重视的 好 这是这个 聪明猪胆之汤 我们引出来讲了这么多 下面再看这个 刺维皮散 刺维皮咱们有吧 好 这个正因为是有这张方的 我才 这个上次进药的时候 我说要进这个药 因为刺维皮呢 是一个好方的 但是很少知道 它能治宜精 这个梦而后仪 不梦而仪 无论虚实 皆孝 这个是王先生说的 又是很 很肯定 能肯定到这种程度 其中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病人 他问我 说有没有一个什么特效方子 能够治疗医经的 因为他是来看 就是看医经的 尽管我知道这个方子 我还是说 没有 因为我 我没有试过刺维皮 到底是不是对各种 已经有效 但是要按王轩人讲的 以及我们对王轩人 其他方子的体验 我觉得 应该算一个特效药 应该算 但是 我要介绍给大家 必须是经过验证的 那么要刺维皮一个 瓦上 背 干 为末 黄酒 调服 而且是早沉服 你看 都给你讲得很清楚 背干 盐成末 是刺维皮末 然后是黄酒条 没说多少 反正能喝你就多喝点黄酒 可以说你不把酒 不把它当酒 当饮料都行 但是后面有一个注解 实在效 真难吃 这很难吃的 只要你咽得下去 就行 但是刺维皮一个 你要装胶囊 也装一大堆 也不能这么吃 干脆就难吃就难吃吧 反正有效就行 这是这个刺维皮散 好 下面我们再讲这个小方子 再往下 好 这个小茴香酒 小茴香酒呢 它是制啥呢 制白酌 因为这个白酌是啥病 俗名叫片白 右名下令 这是啥病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 你就不知道这张方子咋用 你看路德讲 他的这个道理 他说是精道受风 康药全部笑 就是吃啥都没笑 精道是啥 这一定是男性 这个毫无问题了 对不对 这肯定是治个男性病 那么有的 有的人 有的书里边 把白酌啊 当白带 去对待 不对了 从王庆悦讲的这个白酌和片白来讲 应该是 这是啥呢 就是 潜力腺 也是潜力腺炎 只不过是这个不疼 它主要是 以分泌 潜力腺液 增多 为主要表现的 是潜力腺的毛病 精道受风 也是一种感染 说你用啥药都不效 那我们现在知道 潜力腺病确实是很难治 老容易反复 好 那王庆认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子 一点毒性都没有 是我们的 这个香料 小茴香 一两 大家注意啊 少父主义他就用七粒 这个是用一两 你看王庆认这个用药差多大 这一两三十颗 多少粒你去数去吧 炒黄 炒黄 为粗末 一定是就是 实际上你就把它好好捣捣就行了 捣成粗末 黄酒半斤烧滚 用250毫升的黄酒 把它烧开 然后冲 就冲这个粗末 停一刻 多长时间 15分钟 也就是用热的黄酒 把它泡上15分钟 你去掉小茴香这个渣子 喝酒 就可以了 这个很简单 这个方法很简单 很安全 所以说你想试 就可以试一试 这个是不会有任何问题 这是这个小茴香酒 但是在我们治疗前列腺疾病当中 其实临床上呢 用这个小茴香比较少 也很少用单独的一味小茴香 来治疗 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一用 尤其是对于下脚虚寒的 这种前列腺疾病 黄酒呢 其实 因为我用黄酒 这个煎煮过药 我知道这个还是蛮好喝的 也不会醉 尤其是你一煮酒入一跑 剩下的全是各种营养的精华 然后这个再对上小茴香 把它的有效成分融出来 很安全的 好吧 今天我就把这个 王清音的剩下的这些小方子 我讲了一遍 那个王清音这里边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你像治疗这个痘疹 就是水痘 相关的一些方子 我觉得那个 虽然是说现在没有天花了 但是各种病毒感染还是存在的 尤其是炮疹病毒的感染 还是存在 那么它这里边的方子 我们可以学一学 是不是能够用于 其他炮疹病毒的治疗 我们下一次再聊 好吧 好 那说吧 有一个问的是 叫陈彦宁 他问开股散通血鱼 有没有可以替换的药 哇 这个我没有这个 你说血鱼炭 有没有替换的 对 血鱼炭是很好搞到的 这个找啥替换 是不是有些 把头发剪下来 就烧一烧 当然血鱼炭是断的 它不是烧的 它是断的 密闭烧的 对 它是密闭烧的 可能是不是有些 有心理的这种 就不太愿意用这种药的话 有没有替换 跟着的 从不一样可以 这个我没有这个经验 还有一个人就问 那个小孩有了 额口窗 可不可以有抹伞 额口窗和这个皮肤溃烂 这个是不一样的 额口窗大多属于 脾须有火 属于脾热 所以说要用的话 也是用蟹黄散 蟹黄散是口服的 不是抹的 光抹是好不了病的 嗯 还有马杰问那个 就是那个木耳散夫那种 穿啊 它那个临床应用的时候 得多久换一次药 哦 呃 应该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如果说 你运上它以后 它过一段时间 它就干了 结尖了 那你就应该把它去掉 呃 因为你运上去以后呢 它会逐渐逐渐是 胀大 胀大以后 然后它又会 外边的又会逐渐逐渐干掉 就形成这个结尖 那么实际上已经有很多 有害的东西 已经都吸附在上面了 这时候 你就把它给去掉以后 重新再上 就可以了 嗯 那这个一般很少用 因为它是治疗溃烂 是指的表皮的啊 啊 斗道的溃烂 不是用这个 因为如果是斗道的 另一种 首先 要用 有腐蚀作用的 而不是用这个 它叫化腐生机 啊 你首先是叫去腐 啊 生心 必须是那样来处理 像圣语高是可以考虑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熊师的那个 风俘他问 病人六十二岁 每天晚上十二点 我就不能睡 然后扎着风俘的三胶 但是效果不太好 就要十天了 这个首先啊 这个风俘一个学位就够了 不需要扎三眼胶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扎上风符以后呢 一定要根据它的呼吸 来进行提按 啊 就是力量上啊 呼气的时候往下按那个针 当然不是要往里边插啊 只是往下按 那么吸气的时候呢 往起提 你表面上看不到实际上在用力 这个手法很重要 最少的做十个这样的手法 十个呼吸 这样的手法 如果说这些没做 仅仅是插着一个 那个恐怕还起不到这个作用 还有一个人就问那个 四威脾伞那个 其实你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要不要用胶囊装 然后 刚才讲了 那一个次位呢 大概都有这么大 小的次位也差不多 也都这么大了 那么力量皮 你要装胶囊的话 我估计也得装二十个 二十个都不一定成得下 因为一个胶囊呢 它的重量像这种 顶多装上0.3颗 那你一颗就得装三个 二十颗呢 得装多少了 六十个胶囊要吃的话 肯定是很难吃的 嗯 哦 其他没有了 还有就是那个陈彦霖说 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拿着发 所以他就不太敢用这个血鱼碳 哦 好 好 好 是这样 那也可以 你不用血鱼碳试试吧 这个不敢说是不是可以换成别的 因为咱们这儿也没有其他的这种碳剂可以用 就是从生物的皮肤 附属物变成的碳 咱们除了血鱼碳 你其他动物毛发 动物的皮毛制成的碳也没有 所以说这个就不好说了 还有就是那个加峰 他也做了十到二十次 嗯 但是效果不太好 是不是建议来我们这边 让他们要过来 可能他就还有其他的情况 比如说他要是有颈椎病 或者比如说他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可能你单纯真丰富就不行 你就需要配合其他的治疗 最好是让他过来看一看